国际形势今天是2024年3月17日 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半 今天首先 一件事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首先一件事什么事呢 就是普京连任成功 再次用各种方式 反正接下来6年又是普京的 俄罗斯的选举反正也是 都是在操纵之下 控制之下 没有真正的民主 但对俄罗斯来说 普京来说就是走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也要走 所以在法律上讲 俄罗斯普京又成功的 成为再次6年的独裁 统治即将开始 走一个法律程序 这法律程序一走完 今天的中共国防部 就表达一个重要的事 说如果美国和北约 决定攻击俄罗斯 北京已准备好介入 将要军事介入 这个看到没有 这就是让西方很震惊 这前两天我们就已经说了 只要 只要是 这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开战 中共百分之百会宣战 会宣战 说把这军事介入 就叫做和西方要开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 有限的心去挥旋在山里 旧风山涌 清空全是凌晨 寂静求人的天地 空中飘洒而下的沉 摇曳水里和花齐无情 温暴着雨 竹帘般的雨水 感觉清亮的翠绿 一阵风雨过后的山里 偶尔越起水中寒暢的雨 这空山鸟是在最近的 寂静温暖的天 我看你家路上 不觉一万家灯火 我看你家路上 遥望着枯定的分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绝一万家灯火 我再回家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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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 李宗盛